一颗的鲁能 看一下 看看还行不行 方博能不能够挑起大梁 这是对他一个比较大的考验 对 因为从整个的排名上来看 目前当然有着马龙的胃桥 山东胃桥 是11战全胜 排在基本榜的首位 那么鲁能目前是应该说排在第五的位置 还是不错的 中游水平 对 因为他跟像八一大商和华州海润 他们还有包括上海中心 已经打12轮了 而鲁能包括深圳 还有朗坤 天津豪安和四川也都打11轮 所以他们最有可能来到的成绩 应该可能会来到第四的位置 开局也打得不错 比较强硬 质量比较高 周启豪应该是受到了鱼子杨上场领球的鼓务 方博你看一个底线 他们一般国家队的发完底线长球肯定是侧身 在上一轮 山东鲁能3比1战胜了四川的比赛当中 方博是一个人赌得2分 今天我们看到这场比赛 周启豪遇到方博 对于周启豪来说 应该说也是一次学习的机会 连偷两个底线 很少见这种战士 对 周启豪也不处 我感觉周启豪真的像一个下山猛虎似的 你甭管什么人 你跟我打 我都不处你 大家看一下刚才偷底线的这种球 第一个发球的落点 这边你发球这边抬的落点 一定要注意 不能太深 如果深一发 弧性低就下往 弧性高就飞出界了 所以说一定在你身边的这个位置出去 一定要稳住 那在业余球迷里面发长球的比较多 刚才像方博那种长球 直接顶底线的长球 侧上侧下 大家可以去学习一下 那么的话可能在接下来的我的训练直播 训练直播再加上我的教学篇 黄河教练打乒乓 里面他就会有一系列的自己教学方法 演示给大家 无比领先怎么突然间一转眼 就连输了三个球 这还是要想细一点 插网 注意看运动员发完球的整个身体重心的回味 你看发完整个身体马上面对球台 很多越野球迷就是发完身体还在这里 完了以后没有按照身体的惯性 第一个你在发球的时候用不上身体的惯性 第二个的话 你两边的连续肯定跟不上 所以说发球一定要用上手腕手指 再加上身体的惯性 完了你面对球台两边就好打了 球质量很高啊 质量很高 你看刚才周启豪两个正手 他的那个速度跟力量 再加一个反手 其实反手跟正手 我们说反手是肯定是弱 但是他能够打出三个球的质量差不多 说明这运动员的身体素质是非常好 对 爆发性很强 爆发力很好 这个心听的心听性的东西 7比5啊 来到终局 在终局的比赛中 自己领先的话 可以不变什么战术 对方肯定 你要自己不变 在想着对方来变 这样子的话 比较容易进入比赛的角色 职业体育圈也是有 优势的一方不变 落后的才变 他才变 变完了以后 你在不变的同时 你要想着对方可能会出现什么变 对 你有两套方案 如果你想到一套方案他变 完了以后 你整个比赛的掌控能力就强了 6比7了 到目前为止 打到现在已经接近一个小时了 也就是说第一场比赛 李子洋对好帅的比赛 打了快一个小时 对 这个翻挑 大家看一下 翻挑跟爆挑是不一样 它这个是带有防御性的挑法 你看像我们国家队的 奥远会冠军马龙 经常就是用翻挑 但是张艺可挑的 它就是爆挑 刚才周启豪的挑 也是带有一些防御性的挑 它为什么它不爆挑 一爆挑你就很难怀 它这个翻挑 它是有一些防御性 进可攻退可守 对 这种的话 它力量会用到六成 但爆挑的话 基本上是八九成以上 对 好的 我们看一下 到了中局以后 这几个球 从一个挑球开始 然后以后连得了三分 这个尾局打的还是不错的 像这个结局 方波就比较难扳回来了 还要注意力集中 八球直接得分了 刚才这个逆向的侧下比较转 哇 有一个车上 机会球没把握住 这板球只要是 刚才发了这个球完以后 周启豪接得很高 但是方波没跟上 它主要是移动的速度太慢 影响移动的速度快慢 它有几个方面的元素 第一个是判断的速度 第二个是位移的速度 第三个是脚下力量的速度 这几个速度要结合起来 那么的话你移动的话 就会肯定会很快 刚才最后的那两个方波的发球 成功了一个 其实它两个设计很好 一个是下选是吧 一个下 一个上 一个上 第一个是下对方吃的 如果再发一个下的话 可能效果会好 对 因为你这个时候不能随便变 第二个的话 其实发的效果也还可以 但是的话自己没把握住 其实他可能想象的就是说 你第一个球你吃了 第二个你应该会对你吃的那个球 会有所防备 那我恰恰发一个反的 对 其实周启豪也是回过来的质量已经不高了 所以说这种技战术很有意思 你如果 漂亮 周启豪的质量真高 正反手 那从去年周启豪跟余子阳 都是山东卫桥的整体的队员 那去年的拼操 我们很少看见他们上场 因为去年山东卫桥 他的整个阻力层比较强 对 但是对这些运动员最大的收获就是 他们加入了安徽朗坤 安徽朗坤的话是一个年轻的队伍 他们担当的 他们上场的次数 所表现的次数就比较多 对 所以说这种 你不管是在冰超 不管是像这种年轻运动员 不是说挣多少钱 他主要是拿到一个经验 是 一个出场的机会 对 漂亮 这个直线 打的对方也是完全没有脾气 对 谈话之间 你看这板球 方波恩连续拉的话 周桥打得很主动 对 反手对反手的话 最要命的话是变线 直接变直线是最要命的 开局也打得不错 就像我们就刚刚说的 两位小将来到安徽朗坤 其实是和安徽朗坤一同在进步 从起步到进步 我们希望在这个赛季结束的时候 我们能够有更大的收获 对 他们的舞台 这个舞台给了他们就希望他们能够把握得住 将来的路就会更长 走得更远更高 我们当然作为朗坤的球迷 也期望看到像这两位小将一直能够在我们朗坤啊 能够停留成长的一代巨型 对对 这也算是叫开国功臣啊 对 2比5 防波落后 你看 我之前都跟大家说过 周琪浩的摆啊 摆短啊 是一般人难以理解的 一般人的摆短都是碰过去不是很转 但周琪浩真正的摆短是非常转 他在训练的时候 我也去跟他练过这一两个球 真的是非常转 我要非常小心 一不小心就摘网 一不小心就摘网 就是说这个还是他的一个小的独门绝技 平时不熟悉他的话 很容易就上当了 本视频由天空网制作 网址 还是以我为主 当然这个一个侧坎的往外走的上悬 方博也没有 没有是注意到这个发球 那方博现在要破解这个战局的话 尽量要打打得简单一点 不要让周琪浩的整个那种质量出来 我就打油一点打中性一点 不要给周琪浩加力 借上力 给周琪浩借上力是非常难打的 多打一些节奏上的球 那可能效果会更好 像这种球 漂亮啊 你打到后面的话 周琪浩很有机会 我告诉你 他在中远台的那个相似能力啊 周旋能力要比余者要好一点 对对对对 我们经常看到啊 周琪浩就是在被动的时候 反被动为主动啊 刚才这个球差一点就甩得上 对 你甩得上的话 他力量弧线旋转还是比较好的 7比5 一直压着啊 对 你看 哇 周琪浩今天的那个状态也是不错 今天方博似乎也没有能够进入状态啊 一直感觉没有打出来似的 周琪浩其实 他的今天晚上打的话 并不像前几场喜欢退台 你看他现在传播在前面顶着 对对对 他的一个弱点就喜欢退台嘛 但是的话 你看今天传播在前面顶着 说明他做了很充分的准备 这番球 慢了一些 这个难度比较大 对对对 在正手卫方博用反手拧拉一个直线 这种难度比较大 嗯 还是 方博应该还是打得更简单一点 更简洁一点 不要想得那么复杂 多打一些基本功或者多打一些回合的球 就有机会 这时候也是就像您说的啊 这个周琪浩也是退台退的比较早 其实我觉得方博那个发到周琪浩的底线的这个长条效果挺好 嗯 一发完我给你打打质量 因为我第一个偷你过去的时候我有定的质量 你周琪浩起不了质量 那我就可以给你打质量 那这个效果是蛮好的 虽然说不会直接得分 但是的话对后面的基本功的发挥方博是有好处的 嗯 确计就是给那个周琪浩在前面的一两板加起质量 那就很难打 嗯 那作为周琪浩的话 就是也应该来讲 整个技战术也应该以我为主 把自己的这些发球抢的质量 要打好了 再一个在相识中这种变性的这种优势还要扩大化 嗯 从来说周琪浩这局打得也非常好看啊 这个周琪浩打球呢 真的就是欣赏性我觉得还是比较高的 对 往往能够打出质量很高的球 嗯 从被动也好 主动也好 球打得非常漂亮 嗯 有点变化了 嗯 想发个正所谓短的 7比8方勃发球 连续的插网啊 嗯 两个球都是要牵制住周琪浩不让他起来 或者质量不高 还是这个位置 对 看来想限制住周琪浩也得想输一点跟非常规的打法 至少今天方博做的准备我感觉并不那么充分啊 这个条没打好啊 8比8 有的时候其实真的 年轻队员他心情比较急躁一些 连续的三个插网改变了整个比赛这个快的节奏 对 一下慢下来之后 他就觉得改变了一点这个节奏的节奏啊 所以就也让周琪浩有点变化啊 这也是一个老将的经验 哎 撇板呢 撇板 他想撇板让方博拉起来 他正手带上去 他这个想法还是对的 但是这板球 其实我觉得他可以先上手 他的处理的方式还是更好一点 自己先上手 嗯 底线哎 效果还不错 气球啊 但是打到呃 差边了 对 底线边了 差的 嗯 这样的话方博是10比8拿到局点 看一看方博啊 这个鱼子羊啊 能不能够创造一个小奇迹 同样的发球落点啊 嗯 看来方博想从这个角度打开一个突破口啊 对 效果目前还是不错的 应该挑的 中路弯的 哇 这种球就比较难了 方博的正手太快了 那现在就1比1 很可惜的是一直领先 对 到后面的方博有些变化 嗯 刚才那个球挑的 就是方博是在7比8落后的时候 这个球 巧的处理还是可以的 但是有个太凶了 嗯 嗯 太凶了 把持平由乒乓网制作 网址3w.乒乓网.com 那我想的话 那在下局比赛 在开局的时候 周启豪应该给对方再大一点的压力 对 在整个技战术执行起来更加坚决一点啊 不要太多犹豫 我们看一下那个双方运动员的那个底板 嗯 周启豪打的底板呢 现在是 呃 就是我们国产的 嗯 某某公司的968 嗯 完了以后正手也是在用41度的 它力量大 用41度的蓝海绵 反手是用国外的一个 呃 套胶 嗯 那在我的微信朋友圈 我也发过 有介绍 呃 这个介绍 这个底板的配置介绍 嗯 啊 1比1 其实刚刚说到这个 先看这球 嗯 刚刚说到这个 选手的这个用拍和包括底板啊 用包括胶皮 其实这个东西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是挺神秘的 其实对对对 这些他们都是特工的 嗯 嗯 带旋转 嗯 刚才这板球方博拉了一个高调 这种球比较转 因为变性起来难度比较大 嗯 嗯 啊 碰得太多 嗯 好的 嗯 嗯 周启豪发球的质量还是非常不错的 嗯 还行 他发球质量 但是的话 秦三板 还是不够隐秘 嗯 就他打打球 大陆球打得不错 嗯 大陆球打的质量比较高 嗯 我想的话他将来的在秦三板上再再增加一些呃就是说阴密更阴密一点 尽量把对方拖到中影台或者大陆球 他就有优势 对 嗯 嗯 不说大蟒吗 成个小蟒估计也没什么问题 对 嗯 应该要挑的 估计周启豪处理方博的这个这个球 哎 你看 直接走个直线 所以说任何一个选手啊 地板直线 走直线 他是比较恐怖的 对 啊 比较难打的 而且这个球我感觉有点针对性了 对 方博这个球感觉这个发长球被有点被周启豪猜到似的 对 质量出来 嗯 方博就很难打 对 嗯 很转啊 嗯 再像这种的话 刚才第二板的第二板的周启豪非常难度非常大的时候 他加大了摩擦 他在乒乓球里面来讲 难度最大 最难的时候 你加大摩擦 那是最好的处理方式 嗯 什么都没有那个摩擦处理方式好 你不到位啊 或者对方顶住你啊 这个时候一定要 有多大的手腕力量 都要发多大的手腕力量 这个球才能够好处理好 好 我们继续看比赛 4比4 方博发球 挑的 嗯 他这个球有一个假动作 一个上一个下 嗯 大家注意他接住球的位置不一样 方博在发这个球 他速度也不一样 刚才这两个发球的技战术使用的不错效果 领得2分 领得3分了 嗯 像打这种比赛的 这种比分意识 在自己发球 如果能够保一分 拼两分 对方 呃 在接发球的时候 能够拼一分 那种效果就会很好 对 一下就拉开了 拉开了 嗯 嗯 我们除了技战术的运用 比分意识 开局意识 终局意识 结束局意识 其实这些都是属于乒乓球战术的范畴 对 所以说 包括我们业余球迷在看球的时候 多去考虑一些这些技战术 等我开局的时候 我是怎么去冲击对方 我用什么上的发球方式 在终局的时候 冲开了他 我把比分领先 我该怎么用什么方法来处理 到尾局我怎么二次爆发 质量真高 对 刚才这个方博在自己比较被动的情况下还打了一个非常好的位置 嗯 这就是职业选手跟我们一般选手的区别 一般选手像这样的球很便利的时候 干脆就回的质量很差了 对 没有办法能够想到 就是眼到手到不了 对 包括脚步就更到不了 对 危险了啊 专业运动员是指哪打哪 业余运动员打哪指哪 对对对 不一样 他要打这地方就打这地方 发球特别 发球是 像专业队的他国家队 他发球他里面他就都有区域 嗯 就是在这个区域里面 一个比A4还小的 一个小方框里面 你必须要发到这个位置 对 发不完的话就发跑 哦 这种国家队的心密啊 我们还是在不断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啊 也请黄志老客我们稍微透露透露啊 我们很感兴趣啊 嗯 像我们 我 我在这种半专业 以前带这种半专业运动员也是一样 在发球上 包括最近我的 那个直播啊 训练直播 嗯 大家也可以看得到 我对发球 比要求是比较高的 嗯 我是每一天 运动员一到上场的话 就肯定要发两盘球 嗯 第一个是保证热身 第二个的话 就是手感 嗯 因为我们说前三板的技战术啊 核心还是发球跟揭发球 所以说你有一套好的发球 你打比赛比较好打 对 每天我都要让他们发 嗯 而且发球和包括揭发球 这样的技术 对于乒乓球比赛来说 是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很可能占到50% 甚至于以上了 对 比如你发球好的话 你就有底 对 你揭发球不好的话 你就心里就猝 很猝对方 就很别扭 这场球 即使你能赢下来 也是非常困难 但你私发球 如果说是实力相当 你私发球的话 基本上没得打 嗯 因为乒乓球的比赛 在业余圈啊 基本上就是在前三板 就解决问题了 嗯 对 业余圈就是前三板 嗯 它不会过渡到五板 五六板以后就很难 很难 打到五六板以后呢 都是专业能源的 嗯 所以说的话 嗯 广大的电视机旁的球迷 可以在发球的落点 先把落点发好 再把旋转发好 嗯 完了以后 发好了以后 有甲动作变化 再一个的话 再配上自己的计战术 漂亮 嗯 很明确 底板顶你 发球顶你快的 你变不了线 马上就是一个侧身 嗯 嗯 哦 质量很高这球啊 嗯 周启豪的正手质量都是非常高的 嗯 包括反手 打的这种球方博 质量肯定没太高的 嗯 他就是不下风的 嗯 我想方 就是周启豪在自局比赛 应该还是 呃 第一个的话 我把把整个比较简单一点 嗯 发完就跟他对正手 漂亮 你看 真漂亮 对 一对到这些球的话 方博其实是虚的 他整个速度 啊 肯定是没有周启豪那么快 没有那么实 这个球好看了啊 对 好看 短兵相接嘛 看一下谁的那个 打的那么实 硬实力的展现时期 对 插碗 0比3 我们所说所说的实啊 是实在的实 嗯 就是打实 打实 夯实的意思 嗯 就打进去底板 嗯 那你用我打球 你光用手 不用身体 那肯定打不实 对 第二个的话 你光摩擦 不击打 也不实 再一个的话 你给球顶住 嗯 你不主动赢钱 他也不实 是不是 在一个手腕僵硬打球的时候 没球没到 你就抓紧球拍 想发力 也打不实 其实呃 黄志老总结了这么多啊 其实就一句话 我觉得就是发力 并不是指你之前的发力 嗯 是要有效的发力 对 什么叫有效发力 就是说 球 呃 在出手的那 出球的那一瞬间 嗯 球拍 击打球的力量 对对对对 那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边打效果 对嗯 还有一个很很重要的 就是说你击打球实不实 还是看你的板头 对对对 我们乒乓球的板头 一定要对 刚才那几板 两个人的速度相当快啊 球过来叉叉的啊 哇 从快到慢 嗯 这个就是 呃 方博在前面 还是顶着注意板 玩 看一下这两个 看一下谁的 能够顶到一板 对方就可能是顶不上的话 就稍微退了 对 嗯 嗯 4比3 嗯 方博还是落后的啊 嗯 但是又在追 嗯 嗯 那就小将就是小将 打到现在我们才能够从方博的脸上看得有点起劲了啊 对 4比1领先 连输2-3分 其实是调整 心理调整能力还是呃 还是有点问题 嗯 再一个的话 我们运动员打的球呃 变化太少 说实在话啊 变化太少 那你看一下许昕的发球 上场的比赛 他在发的时候 他有低抛 关键时候有个高抛 对 你看好帅在打比赛的时候 我这样子不行 我就这样子 我变化很多 但是 相对于我们这些小将来说 就变化是稍微少的 不管再 很辛苦还有再提高 嗯 这有变化了 刚才这发球 对 其实同样的旋转 你用不同的方法去造成对方感觉上的不同 空间感的不同 对方就做起来 就不会那么顺的 刚才这个方博的口型也看出了 转啊 嗯 他在喊得很明白啊 提醒自己 对 5比5 这场比赛 应该是持久战 现在才打到 才打到第二场 嗯 那么的话还有双打 接下来还有 那主力对主力的第四场 对 就是这么 在这么艰难的比赛当中 锻炼我们的小将 上一场的在 我们在 课场跟那个鲁能打的话 也是打得非常胶着 那场比赛也打了将近三个小时 对 嗯 调他了 刚才如果说是 哇 哇 你看 双方的 他打得非常的漂亮 对 多回合的正反手 嗯 现在方博发到周启豪的正手 为这板球的话 他是不太敢发了 嗯 那么的话 这板球因为 周启豪这板球敢挑的 所以说他还是发到中度 啊 说球好看了 说球好看了 除了这个 这场球好看 这 这个对抗也非常好看 嗯 希望周启豪能够顶住压力啊 这场比赛 紧盯比赛 紧盯比赛 很淡定 对 这晚球他知道还是压周启豪的反手位也是很难 周启豪还会顶起来 但是他直接变个线 我觉得都还可惜了 包括刚才那局 包括这局比赛 在很多比赛在胶着的时候没顶住 没有关系 我希望在接下来这几分周启豪能够改变自己的策略思想 不错 小布很好 提示这个球破了 但是这款球按照比赛来讲 这分是赢的 按照比赛规则 在比赛过程当中 即使这个球打破打过去 这球也是算的 对呀 这是应该是这样的 当然这个在我们平时的比赛中 几乎很少出现 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把球打开了 所以得多大力量 7比9 这个时候怎么会发长的呢 他是想放着一锅发长了以后方波给他正守卫 方波这版直线球处理得非常好 这些我们可以看到周启豪的这个脚步的变化啊 发完球之后的整个的身形的调整非常的快 8比10啊 嗯 拿下这局的话 整个局势也会变得更加的不明朗了 大胆一点去处理调整板球 如果再到正守卫 如果说是摆过去或者方波肯定会上手 对 越是紧张的时候越来这一套啊 嗯 哦 这是经验啊 对 他先发了一个正守卫短的那个插绑 然后突然给一个反守卫长的上旋 对 嗯 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周启豪的脚步的移动啊 对 还有一个预判是往正守卫去走的啊 结果一下子挤住了球 嗯 他是 他是有一个时间差了 对 他把你的注意力吸引到正守卫短的球 完了以后再把一个落点给你打开 到反守卫 非常可惜这场球 其实我觉得来讲